这个学生拉开眼罩 好家伙 里面全是小超 等老师走后 他扒开外套 小超密密麻麻缝满了一面 其他学生也不是吃素的 这人拉开铅笔皮 上面写了一排小超 这人按了下手表 答案直接从表盘上爆出 这人也是个狠人 他拉开脏辫 每条辫子都是公式 这个女孩更牛逼 你以为他做美甲是为了美丽 其实是为了作弊 他取下耳环 这居然是个放大镜 只见他放在美甲上 我服了 这美甲图的全是答案 更别提橡皮藏答案 翻书直接作弊的 这群学生啊 可真是一代高手 不得不佩服兼考老师 这么明目张胆的动作都看不到 不过在隔壁大楼里 有位教授正拿着望远镜抓人 哎 好巧不巧 他还真发现了有人作弊 他一路狂奔走进考场 直接逮住了满头小超的脏辫男 其他学生给吓的 赶紧把小超塞进了嘴里 这个教授堪称抓人神探 只要被他逮住的 一律按退学处理 虽然他表面看着静职敬业 但背地里却是个老流氓 跟一位美女老师搞在了一起 他还接受了房地产的贿赂 在学校会议上提出 要把老宿舍拆掉 建一栋豪华饭店 要说老宿舍里的学生 那里住着有专心研究黑客技术 还养了只蜥蜴当伴侣的老宅男 也有搞黑科技 只为让自己四肢更发达的猛男 还有一心只为占卜的奇人 总而言之 这里住着的男同学 那可都是各个神人 这时有位老教授 坚决反对拆出宿舍 因为那里也算是他的半个家 校长提出折中方案 要是这群学生在下次考试中 成绩能够达到一级 那就保留下老宿舍 这个女孩可真精致 一大早就美美地泡了个牛奶浴 可宿舍里的男生比他还要精致 等到女孩泡完澡 男生们就一个劲地冲进牛奶浴里 呀 少女的气息 仿佛又年轻了十岁 而他们为了提高考试成绩 保住老宿舍 他们尝试黑入教务系统 将每个人的成绩统统改成A 可还是被作弊克星的教授 一把拦住 没有办法 女孩决定卧底在教授身边 打算打探下次考试的事件题目 不得不说 这教授可真是个老流氓 见到靓丽女生就一脸猥琐 而女孩虽然没找到严倦 但他发现了教授所写的论文 是抄袭老教授所写的 老教授知道后却一脸淡定 表示作弊其实也是一门艺术 他鼓励着这群岔生 要想考到好成绩 那就必须作弊 老教授回忆起当年 年轻时的他 为了作弊 专门研制出特殊的溶液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就会浮现出字体 你们听听 这为了作弊 真的是利用了毕生所学啊 就这样 为了应付史上最大的作弊战争 这群学生开始每天钻研作弊方案 比学习都还要认真 一位理工男发明了架飞天火箭 只见他全副武装 准备起飞 结果火力太大 直接就一飞冲天了 好家伙 你这要不是为了作弊 早就去当航天科学家去咯 第一场考试开始 众人抬着全身打满石膏的理工男 走进考场 你这真的能考试吗 你们可别小瞧这石膏男 因为他石膏里头装有摄像头 专门拍下事件题目 传到同伴那边求出答案 而考场上的作弊团 则偷偷戴上耳机 开始接收考卷答案 就是兼考老师一走过来 这几个人都开始牙痛起来 这真的看不出什么一样吗 喂 这也太小龙虾了吧 这个男生突然脱掉衣服 他从头到脚 居然写满了化学公式 学生集体躁动 纷纷开始抄答案 你要说兼考老师在干嘛 人家还在帮女同学找橡皮呢 这个作弊手段还小儿科了 看看这石膏男 趁着老师背过身 他直接甩出遥控器 将考件答案投到大屏幕上 更牛的还有人眼聚焦功能 你看他们 个个都在斗鸡眼 你猜这是要干嘛 原来这人衣服上写满了一片公式 只有肉眼聚焦了才能看到 这时他们将纸飞机丢出窗外 随后居然升上一群热气球 上面也全都是化学公式 要是气球飞走了怎么办 没关系 还有外援帮忙 隔壁天台上 啦啦对女孩摆着公式模样的姿势 专门给这群作弊学生留的B计划 等到成绩一出 教授一看 全都100分 肯定是作弊无疑 他叫来作弊的女孩 以粉碎考卷为由 故意将下次的考卷题目泄露给对方 等到晚上 作弊团队集体出征 从垃圾堆里找回了满屋被粉碎的考卷 大伙拼了一晚上 终于将圆卷拼了出来 他们信心满满 这次期末考肯定又稳了 等到他们将答案背得滚瓜烂熟 谁知隔天考场上 一看考试题目 急提傻眼了 因为那其实是教授伪造的假事件 这下糟糕 姜还是老的辣 作弊团急得干瞪眼 殊不知场外援助来了 对方在隔壁大楼拍下答案 接着幕后搭档开始解题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作弊团的事件都还是一片空白 这时教授灯光熄灭 外援拿出特制激光枪 对准教授 你以为是要灭口 其实是将答案投影到对方身上 这下作弊团看到了希望 纷纷开始动笔 教授一看齐了怪 这群人肯定开始作弊了 但是不管他怎么个来回检查 就是找不出问题所在 他越来越慌 铅笔盒没有 头发没有 橡皮也没有 脚底还是没有 教授突然抬头 怎么这群人往黑板看呢 他迅速转过身 上面投影的攻势 学生们抄得粪笔疾书 教授郁闷得都快疯掉 考试结束后 他还是不服 游下作弊团挨个搜身 就在这时 校长突然出现 因为发现了教授 接受房地产的贿赂 还有其抄袭论文的黑历史 最后教授受到严厉惩挚 而老宿舍也终究留了下来 虽然作弊是非常不对的行为 但学生时期的你 又有没有干过这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史上最大作弊战争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